抱歉了各位,但是希望你們能把我當作一個接近 然後既然是自己做的事情 那就是該怎麼面對,該怎麼承擔 那我們就是這該怎麼做,這該怎麼做 你早上離開的時候也沒有說太多的話 今天大概就跟你們說最多的話,從早上到現在 然後也沒有睡很多,真是死話 然後一定也是睡不太早嘛 那我就想說就享受這樣的情緒 因為我覺得也許它之後都會成為我創作或是成長的養分 說你買在新卡的是不是 不只擔心,擔心小孩,擔心我的家人 還有擔心我朋友,擔心小孩也是擔心這樣的 對對對,因為畢竟採提也是大人嘛 對啊,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倒是,除了擔心還是會擔心 但是所謂的擔心學學說,哎,怎麼自己做了這樣的事情 然後沒有辦法付出我該應盡的責任 明明這個時候應該是在工作照顧小學 然後或者是更努力的往前衝刺 那我也是要寄取這個教訓,然後在裡面好好地做法 因為我這個人其實也一直沒有什麼在閱讀 他就是什麼的,我實在是三本書 對 你面對鏡頭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你們要看嗎 對對對 對,剩下的書 對啊 好,沒帶什麼東西 然後就帶單子 然後裡面可能會用到琴 對,還會努力想說出來以後繼續做音樂嗎 做音樂是不會斷的 對啊,對於我來說 因為在還沒有 認識你們大家之前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做了 那這就是,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音樂我還是會持續地做下去 我希望就是在一年我可以 好好的沉澱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浮動 然後再來是 我在做這個 我自己之前在做音樂做很久 然後我想說 在裡面也好好的就 健康的 又有健康的身體 然後多做運動 目前的想法是 還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 我也很未知,對啊 他在做音樂做完畢 今天升到節目 好羨慕